众所周知,航母是一个国家海军武器装备,中,最为先进的装备,航母一直以来是各国关注的焦点,因为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,只要是航母出动,它的周围,一定会有一群军舰护送。 这个巨大的家伙,就像海上的大哥,太头十足,但是在航母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,比如说,在美国的航母上,玻璃杯是不允许使用的,谁要是违反规定将玻璃杯带上了航母,一旦被发现,那么惩罚还是相当严重的,那么为何美军的航母上连玻璃杯都不允许使用呢? 曾经在美国的航母巴丹号上发射过这样一件事,静明士兵正在用舱,在期间日军对这艘航母发起进攻,扔在一枚禁尸弹的航母旁边,导致玻璃器皿震碎,导致实名人员受伤。 从此以后,美军下令,凡是进入航母的人员,都不允许使用玻璃器皿,确实,即使是在和平年代,庞大的航母也会参加一些训练。 并且有可能碰见海上风浪,一袋玻璃杯子类的东西因为各种以外炸裂破碎后,很可能对航母上的人员造成伤害,而航母本身就是为战争服务的,肯定不允许这样的非战斗检员情况发生。 自然就不让玻璃制品上航母了,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,请在文章下方,留下您宝贵的评论。